台南市安平区有一栋五楼的透天豪宅 在昨天晚间从二楼突然冒出了熊熊大火 无姓女屋主当时还站在三楼的阳台呼救 被紧急赶到的消防队员给救了下来 只受到轻微的呛伤 但是另外一名张姓的男主人来不及逃生 当场葬身火苦 透天豪宅的二楼不时的窜出浓烟 消防队员驾起长厅 将受困在三楼的女屋主救下 全身都已经湿透 坐在救护车内也念痛哭 因为先生还受困在里头 始终没有消息 消防队员拉起水线冒险进入屋内抢救 到处都已经是焦黑一片 可以想见当时火势的猛烈 从一楼往二楼的楼梯间 终于发现了男主人 可惜已经没有了生理迹象 那我们就从后面破门 破门铺水线 沿着楼梯就抢救 那在一楼 一楼跟二楼的那个楼梯的当中 看到发现那个男主人的遗体 那已经有点烧家的那个状况 这场火警发生在深夜十一点多 五层楼的透天豪宅 突然间窜出玄冲大火 造成张姓男主人根本来不及逃生 至于起火的原因 消防队员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那是没有一楼梯的 非常尸尴尬 杀